今天请来的这位朋友由于他懂得投资 结果由一个赤贫的小子变成一个亿万的富豪 但是也因为投资令他两次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他就是有古海明灯之称的草长曹仁超 作为富豪后代的曹仁超 因为嫁妒中落而经历一段贫苦的童年 这段挨穷的日子 如何激励他奋法向上 在他数十年的买卖人生之中 有多少领悟和得着 先喝杯茶草长 谢谢 很高兴有机会和古海明灯吃饭 大家对你一向在信报写的投资者日记 又很追捧很意外 那你现在变成筆记了 一个星期写一次 大家觉得很不够厚 会不会真的再加多一点呢 我想写了几十年 我整个想法的角度 我相信一般人都很明白 所以我抽多一点时间 服务内地的读者 所以香港我会一步一步 都是会淡出的 但是最深入民心的 就是你起的那些花名了 政商界都很多的 我知道龚如森的小甜甜 是你起的了 1973年 就是置地牛奶之战的时候 就认识他 他从那时候开始 已经是梳两条妈边了 后期有个漫画 又是梳两条妈边 所以跟我起了个花名的小甜甜 你觉得他会不会像是 信风水的人呢 我相信的 他是信这些的 因为他就是 黄德辉先生都是信的 为什么呢 很多人根本上对前景 是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相信大部分做房地产的人 都是信风水的 还有陈四万了 陈芳安生那个都是你改的 为什么有这个心思改做四万呢 他当时做社会福利处的处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是很严肃的 我曾经在报纸上批评他 你知不知道笑的 之后他可能很生气 但是几个月之后 他用一个全新的面孔 就是对人 那时候他就整天都笑的 所以我就说他笑得像是四万一样的口 从那时候开始 我和他改了个花名叫陈四万 但是他就不知道原来那个花名是我改的 后期他就知道原来是你 他有没有不开心 我很奇怪 我改大部分花名 那些人都是接受的 因为我改花名是没什么恶意的 江握手又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江泽民 如果你们有看电视 就发觉有一次江泽民来香港的时候 他就周到找随事董建华先生 然后找到他之后一手加下去 那我就在电视卡卡笑 笑完之后就从今以后我和他改一名叫江握手 郑大班呢 郑京汉 郑大班我就应该是七十年代后期认识他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 但是他是几大班款的 就是我来吧 我觉得他就好像一个大班 所以和他改了个名叫郑大班 那现在他自己都称自己叫郑大班 煲胎增也是你改的 是啊 因为他最喜欢打煲胎 试过几次就是和他开了研讨会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个名字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人真的不喜欢 尿修都不喜欢你改他做乌冬 是啊 这个情况就是他做了环境科的时候 我住在环境道 看出去的天就是越来越乌尼玛叉 所以来说我说一点都不清授 所以就和他改了个乌冬 他打一个应该是两次电话来投诉 说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说我答应他就是当香港天朗气清的时候 就和他改了另外一个花名 一日未清都继续乌下去 说回你自己 最近你自己 当然财经界永远都有你的名字出现 但是另外一个界别 就是青少年朋友在网上热烈讨论你的普通话 你那次接受内地电视台的访问 其实你究竟是说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我以为我自己是说普通话 原来是说广东话 你其实懂不懂说普通话 因为我自己是上海人 我六岁之前是懂的 六岁之后我以为自己懂 上到北京 他说你试试说普通话好不好 我说我胆松粗好啊 所以来说就是 讲了我自己以为自己在说的是普通话 原来自己是在说广东话的普通话 是不是播出了出来 别人告诉你那些不像普通话 你才发觉自己不是在说普通话 我完全不知道 原来这么好笑 后期那些朋友 传回那条带给我 我听一下 是的 原来自己是在说广东话 所以 今年六月我得起心肝 请了个老师 真真正正教我说普通话 但是你是不是现在去讲学 在内地你也在一个大会堂照讲 是的 至于他们明白还是不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他们很明白 因为最重要就是 你对市场怎么看 他不是来听普通话 所以你经常告诉他 A股会上升 其他说什么他都不听 听到A股会上升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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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你自己 你说你是上海人 那其实你是不是上海出生的 是 是 三岁出来香港 1951年 你爺爺 你的家底 都挺厚的 好像是做烟草生意 我爺爺 他就很小时来香港 经历过3008个月 他就认为作为中国人 应该爱国的 所以他1946年 做了一个 我认为最初的决定 就是把香港的财产 搬回上海 到1951年 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害怕他上来 就叫我 妈妈带我来香港避一避 那一避 避了几十年 你在上海和爺爺 妈妈生活的时候 爸爸是不是在身边 爸爸 一向在香港做生意 那你就很少机会 在上海生活的阶段 见到爸爸 是啊 我来香港的时候 我 后期我妈妈跟我说 我是不肯叫他做爹地的 那我爹地 为了哄我 叫他一声爹地 可以说 无所不欲其極 就是 现在大家可能 食女送芒 那都很普通 我是1951年 食女送芒的 我已经吃碎雪朱古力 我去过山顶 很多地方 目的呢 我爹地都是哄我 叫他一声而已 那我妈妈说 我是很硬 整年都不肯叫 我想你没吃够而已 那应该是过了一年之后 才 不知道为什么 就叫他一声 所以我爹地 他开心了 一个星期 他说 那个星期 他可以不吃饭 那你爸爸在那里做什么 都是做烟草 代理英美烟草公司 那后期呢 就是联合国宣布禁运呢 就香港的 就是代理的外国医 就不可以进去中国 所以 那时候也挺惨的 就是可以说生意 一落千丈 那爸 是不是很早就离开你们了 是啊 因为生意很严 兼顾 后期就是 我妹妹出世了 那 生活压力底下 他就受不了了 那我妈妈开始 就是为钱而担心 那 那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钱的问题 就是有点害羞 那我爹地呢 就是不出声的 那你说完他之后 他通常都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公司 也有代理走的 所以来过 我在公司 拿一瓶白兰地回去 那 喝了半瓶白兰地去睡觉 所以后期就爆了血管 那在我差不多 八九岁的时候 他爆了血管 那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就搬去澳门 啊 养病 那过了澳门三年后 就我爹地过了身 爹地过了身之后 你们仍然留在澳门 还是回到香港 他仍然留在澳门的 那时候想着 就是 慷慷地 是吧 但是 我妈妈就不识字的 那 有些 叫做 我爹地的好朋友 就过澳门 就哄我妈妈去做生意 所以就将 就是剩下的钱呢 都被人欺骗了七八八 那 可以说 连剩下的钱都没了之后 那时候就真的一落千丈了 差不多 你每个月都是担心 下个月怎么过 那时候呢 我才知道什么叫货 你是不是试过1971年的时候 有个探长 华探长跟你合资过 一个投资公司 他都挺阔老的 他说见面来 一层太子堵 一架Benz 好像还有两个保镖 你是不是初期 投资的时候 非常之勇 试过拿着一万元 拿着一百万价值的股票 好 让你吃点东西 其实你和我的都是素菜 但是不同的素菜花盆 你那份叫做吉列蚝集菜沙律 看上去是不是很像蚝呢 是啊 吃上去也很像 我这份清淡一点 日式麻香凍豆腐 好吃你一份好吃 我那一份 那你想不想换呢 我可以和你换的 哈哈哈哈 我是和你吃 我们大家这个食素就可以换了 是啊 總是觉得别人那份好吃 是啊 好 请起筷 是我食素之中 最好味道的餐 是啊 我不会胡乱带你去的 哈哈 你的好吃 那你多少岁才回来香港读书 我在澳门毕业之后 因为1966年澳门暴动 嗯 嗯 刚刚就由我们母校开始 就是姓日室 老母姓日室 嗯 所以我妈妈就认为 你不如去香港 就是谋发展 嗯 所以呢 就1967年 我读完书呢 就自己一个人 嗯 就来到香港 自己的位置做 嗯 所以走了去观堂 做访色 嗯 嗯 嗯 做了大约半年左右 嗯 那时候香港国安暴动的时候 就是 那时候 那些 不知道经理呢 总经理呢 还是外国人来的 嗯 嗯 我见到一次 他就是打工人一巴掌 那我们是班书仔 我去找 找英文去骂他 我骂他什么 我不是很记得 我刚刚就想问你骂他什么 我不是很记得 他说我讲粗口 但是呢 我很肯定他是讲粗口 我有没有讲粗口 我自己真的不记得 那 那 就被他炒了鱿鱼 没办法 炒了鱿鱼 我妈妈在澳门就很害怕 那他呢 就急着想 就 跌离香港 那 有个朋友就介绍了 我就去青山道 假发厂 因为当时候 1968年来香港假发呢 挺流行的 就 不好听就叫做习工 那习工就是9元一天 回一天就算一天的 那我个人都挺疯的 上班 第一天 就见到有个女孩 自己很喜欢的 就走去跟他说 我很喜欢你 我追你 我想坐在那里做老婆 那嚇到那女孩呢 就见到我 就找你 那我可以说呢 原来你不可以直接去告诉别人 我想都过了大概三四个月 那 就 有一次 因为追巴士 因为他避我 他通常呢 就静悄悄走去搭巴士 那我见到他去搭巴士呢 我那时候不是这样的身形 那时候大约120磅 我是怎么跑很快的 所以趕快跑到第二个巴士站 就上巴士 去陪他回家 那有一次就不小心 就被那些垃圾桶呢 就戒掉了脚 就流血都流得多厉害 我去店铺旁边 就帮我包 炸伤口 那可以说呢 真正的拍拖 由那时候开始 应该是已经 不知道三个月 六个月后 所以我是真真正正追回来的 不是别人说的 我是追巴士追回来的 还有苦肉计 不是苦肉计 那个真正正正发生的 是觉得挺伤 那个就是那个你太太了 真的脱了回来 为什么离开架发厂呢 我太太说 你个人这么瘋 你知不知道 我成为全工厂的笑话 你不离开 他很难再上班 他说 要是你走 要是我走 我说我走 他说 他要我找回一份写字老公 就要穿西装上班 刚刚有个同学 那个叔叔呢 就买了个股票牌 就开经纪行 当时的经纪行出市 是英语对白的 不是好像现在 讲广东话的 他叔叔就不懂得说英文的 所以呢 他要低身请一个懂得说英文的人 就跟他出市 那我就去认证 那时候呢 我完全不知道股票是什么 那我可以得到那份工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我懂得说英文 那就是因为自己懂英文呢 有个好处 当年的年报呢 全部是英文的 没有中文的 那我就看得明白 那那些客人呢 就看不明白 那我看完英文之后呢 就跟那些客人呢 就说 就是 城市酒店 就是文华酒店 永高 永高酒店 就是希尔图酒店 那 那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 那些客人呢 那些客人呢 已经觉得 哇你很漂亮啊 居然知道城市酒店就是 就是文华酒店 我说 这道菜都可以用 拋一下 所以就开始找地方去写稿 就开始了自己去写稿生涯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年 是的 也都开始了你投资的生涯了 看见别人的股票这样上上落落 当然了 因为入行的时候 刚刚是应该6901月 那时候股票呢 我们很好玩的 炒什么呢 炒沙头角开不开枪 因为那时候是刚刚暴动 差不多了 一开枪呢 股票就下跌了 那只要两个星期不开枪呢 那市市呢 就上升了 那我觉得 挺好玩的 那没有钱 那 就走到银行那里 要开支票户口 那时候是5000元开户的 我呢 拆掉了 有4500元 那那个银行 应该是主任 他就借500元给我 就抽到5000元 就开了个户口 那所以我第一张支票 就写回给那个银行的主任 那就开始学人炒股票了 那第一间呢 我买的呢 就是文华酒店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整个市场里面 唯一的股票呢 是4600元 可以买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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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试过1971年的时候 有个探长 和你合资过一个投资公司的 他不是的 他的情况呢 我就1970年呢 就去了一间投资公司那里做 那同间公司都赚到不少钱的 那其中有一个客人呢 就约我出来 他说他是 要说出来呢 大家知道 就是当年 就是 香港的六大华探 其中一个是他 那他就说 香港政府呢 开始反贪污了 所以呢 我想做回正行生意 就像开一间投资公司 开唱片公司 开始做房地产 你和我打理投资公司呢 其次我介绍其他的探长 就让我认识了 那我说我工作得好好的 那你什么条件 他都挺阔的 他说见面在一层太子道 1200尺的楼送给你 一架Benz 那个人工都很高 我不是很记得很多 就是慢慢的 就是1971年来说 过万人工呢 是很厉害的 很开心的 回去告诉妈妈 就是 你的儿子化达 好像还有两个保镖 这两个保镖要想一想 为什么做一份工 又有两个保镖 我妈就说 那个人是做什么的 我说 是探长来的 他说探长呢 有这么多钱的 我说 探富回来 你和那些探富人打工 我说不行 你告诉他不做 我说不行 我工都答应了 那我妈妈就 第二天早上 就约了他出来喝茶 对不对 就和探长说了 说到 我从来没见过 我妈妈这么兇 后来那个探长 我怕了你妈妈 算了 算了 以后你就不要告诉别人 你认识我 我就可以了 那你现在说了 那怎么样 那我都没有说他的名字 你是不是初期 投资的时候 非常之勇 试过拿着一万元 拿着一百万价值的股票 我一万元 我那时候炒得很厉害 最高峰的时候 我是一天可以出入28次 就是买入卖出28次 我可以在六九七零零两年之间 我是拿着四千五百元 开始是赚了28万 那怎么赚回来呢 不知道 不是很记得 那我记得就是 应该是七一年之八月 还是九月呢 中国政府宣布加入联合国 死了 究竟这些东西 看我们去看淡呢 那时候在明报做工的 那明报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 我想打电话去问中国问题专家 那究竟这件事是看好 还是看淡呢 那他们的答复呢 就是说 中国加入联合国 这是好消息来的 那既好消息 是不是 不是 还有 只是我才认识那些中国问题专家 而已 你外面不认识的 所以就借大钱 就赌一泡了 我拿着28万的资金 去炒了七十多万的股票 谁知道市场的反应呢 就刚刚相反 就听见这个消息呢 就个个在那里 后派售股票 那我想想明明是好消息来的嘛 有什么理由你跌呢 那所以就没有卖出 结果三个月后呢 就跟经纪行通知 对不起了 你一天拿钱进来 如果不是呢 就斩了你的仓 那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输了八千元 那我没有钱補的嘛 那唯有斩仓 那第一次呢就是 就是在两年之内 由四千多元 赚到28万 然后在三个月之内 就只剩下八千元 出来 配关经纪行收 八千元的时候 那做什么好呢 咦 人生都没有了多少次 就是失败的 所以呢 就请了自己投资公司的同事呢 就去了浅水湾酒店 那晚一刻 就庆祝自己第一次投资失败 那你那次的心情是怎么样 真的很开心啊 我很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人可能来说 去到某个水平 那个反应不是你一杯人的想象 就是我觉得自己年轻 再来过 那一餐都吃得挺贵的 我好像两三千元就有数 那剩下五六千元 然后又再来过 结果又可以 在1972年呢 我拿着五六千元 就很坦白说 我又是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又是赚了五十多万 五十多万 那这次就是 上一次愚愚愚输了 这次不太乖 所以来说呢 我就去银行 就是那个借了五百元 给我开户口那个 我说 我这一银是全一年定期存款 如果我去提早提款的话 你骂我 甚至你挂我 不准移动的了 那剩下的钱 就去结婚了 就在1973年结婚了 就在1973年结婚了 你的子虚不只赚 偷上不扣 有智慧 不如看世 在哪里领略回来的 那在雷曼里面 你入目 你是不是扶住 我不是 那你认为 政监会 需要不需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都不需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都不需要负大部分的责任